是 是 明白 小姐同意了 可以告诉大家 好 进口 同志们 我和钟教授 刚刚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 上级给我们的答复是 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 可以把我们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告诉大家了 董教授 同志们 美帝国主义的军舰 不断地骚扰着我们的海域 每来一次 我们的外交部就强烈抗议一次 但是尽管这样 他们的军舰还是想来就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人家不怕我们 因为我们国家 没有更先进更尖端 威力更强大的核武器 我所说的核武器啊 就是原子弹 原子弹 老主席的决定 在这片隔壁滩里 在这片沙漠中 为我国首颗原子弹的试验靶场 选一个最合适的爆心位置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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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队回来了 一小队回来了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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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绿洲 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好 同志们 下车绿洲 向着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之地 成钦 这洞已经用柚子了 是 好 好 好 哎 好 水 好 俺 行 干 是 还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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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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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了 大家都辛苦了 上午 第几职呢 这次有什么理由啊 干脆没理由 就说计划有变 我都不知道 我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见这模型 回去吧 中信 我记得你来的时候 带着一台照相机 对啊 去把它取过 光我们这些人还不够 我们还要找帮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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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伟大的胜利 合张颖吧 这 胆儿胜利了 还早玩呢 微笑 三 二 五 我觉得呢 这张图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同志 只要团结一心 群策群力 就一定能有新的希望 希望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得加快进去 在各种变故发生之前 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知识 和资料 对 你们打算发生什么变故啊 变故吗 变故它就是原子性质的变化嘛 对吧 对啊 那个变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是随时发生的 我们就要把变故变成可能性 去研究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对 你们几个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呀 弄个苏联人老着找我反应 你们几个异常活跃 我们活跃什么啦 他们想多了吧 对 陶处长 陶处长 不能动 不能动啊 陶处长 别动 别动 这里面排的什么呀 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看的 陶处长 陶处长 不能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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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破坏了 我最重要的编辑研究 周夕 他说什么呀 他说 那个相机里边有重要的文件 和资料的备份 摔坏了 底片全曝光了 有意见可以提吗 这相机又不是我故意摔的 那坏了我可以赔他吗 这个中国科学家老 说什么洋文的 一个女同志还老动手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著名的物理定律 来自不同的国家 说着不同语言的科学家们 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们的 研究和贡献 才有了现代科学的进步 是 我们是要为国奋斗 可是两眼一抹黑 哪什么奋斗 我们不敞开胸怀 不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 哪什么造出 属于我们自己的 真正的原子弹 保密包制度 是健全科技研究所 保密制度的重要举措 所有部门同志 每天上班要到保密室 凭取自己的保密包 到办公室确认千封服务后 才可打开 每天研究工作和学习情况 都要记录在配发的保密本中 晚趁下班 保密本要装入保密包 交回保密室 由保密室管理人员检查 先封后留存 待明日上班再领取工作 任何人不得将任何文件与资料 带回宿舍 家庭 公共场合等处 这保密包也太丑了 这陶书长的审美能力 跟智商一样低似 我怎么都觉得 这个保密包的制度 是冲着我们来的 保密的纵数 我和凡民呢 是亲身经历了 火车站特务事件 保密对我们确实重要 那以后我们怎么搞 那么密研究啊 怎么就不能搞了 那秘密资料 都不能带回宿舍 怎么搞 这大脑啊 除了指挥我们吃饭以外呢 还能干别的 王大脑呢 眼光好 他啥意思呀 那么多资料呢 那是人类的大脑 能够记得住的吗 我也不想承认 但是他 真能记得住 黄开华 陶厨长找你 找我 我爱人的心 带着孩子回老家 离婚的事他很坚决 我知道 我忘了 你们每个字都要审查的 咱会看过 好 董事 这么大的事是不是太草率了 破了够久了 该有个两段 你如果需要总之上的帮助 我可以请复联的董事们出面 董事长 你这么突然关心我 我有点不适应 心灵了 看来科研工作者 也不都是优柔果断的主 这件事情 先不要跟同志们讲 好吗 你忘了 我是保密干部 谢谢 考案 董事 请你转告大家 保密包制度 不是针对你们 反而更健全的保密制度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的这些 科研工作者 我没问 有些话我早就想要告诉你 怀民放在宿舍那些 让你觉得很奇怪的东西 其实 她是为了纪念她去世的妻子 纪念她妻子 尤其是那台刘生机 是她妻子的遗物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的国家 早日拥有原子弹 我建议陶助长 应当多多了解 这些和你并肩战斗的科研人员 在宿舍上 我家的咱们 那我去夜幕 在宿舍上 我不能找到 所以我能找到 甚至于 好吧 但是我们的 还他们 但是我们的 好 不要 这不 嘘 水 呢 说 中文 你家里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你穿这么少 降温冷能行吗 没事 我顺便好 等我们回家了 来 给你拿着 来 谢谢啊 走啦 我们回家了 中芯同志 中芯同志 我没记错的话 这儿是南科学家的水房 你记性挺好的 你怎么在这儿写 南科学家的水房 就不欢迎 女科学家的革命友情吗 就是 欢迎 当然欢迎了 你看咱们中芯同志盆里 放的全是怀民的衣服 这原来咱们中芯同志 是一个乐与助人的 好同志啊 中芯同志 你也帮我洗洗吧 我说低下居 你滚 你别扔钱 人家中芯同志 是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过来帮助我们 你别厚着脸皮 在这儿说风凉话了 再说了 那怀民现在 有时间洗衣服吗 脏衣服全部都放在 那个床底下呢 中芯同志愿意帮助我们 那肯定是怀民的衣服 最多了 对对对 就是啊 这最多了 其他人的也有 中芯 要不然 你把这几个给我吧 我也特别愿意帮助 残疾同志的生活 不用啊 这是残疾人事啊 意思也不动 快洗了啊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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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什么呀 我想到了 是我们的方向不对 我们之前跟着苏联专家 一直用九号材料作为核材料 这种核材料虽然容易得到 但是它的利用率太低 太浪费核材料了 而且爆炸的辐射效率也不足 我们在这种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制造 本身就落后于时代 我们应该转向 转向哪儿 转向五号材料 我们用五号材料作为核材料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核材料的使用效率 而且还可以增加爆炸效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造出更大的核弹 用更短的时间完成 可五号材料的制造 却是最难突破的难关啊 是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攻破的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重新构建模型 把所有的可能性计算出来 靠我自己计算像你来得及吗 别忘了 我们的数据库还在呢 对 找到突破路径 一起供苏联专家的软位 他们用的一定是五号材料 压榨组再出马 逐个击负拿下就是了 对 太棒了 好处长 这么压榨组 就用下来 变成了 对 对 你帮和他有什么 就这么烧啊 是 真的太可惜了 这么强劲 别烧啊 真可惜 这是这么久的星星 怎么在哪儿呢 别烧啊 这是多少年的星星 对啊 让一下 让一下 怎么样 看我都清楚了 是苏联政府 三方面解除 跟中国的原则的合作协议 什么 A所的专家团 今天下午接到通知 现在他们全面撤离了 撤架车为什么要烧资料 叔叔怕泄密 久听他说了 带不走的 就全都烧掉 不可能怎么样 资料一定要留下来 对 我们要做研究呢 资料不能再烧了 苏联政府 我们要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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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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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 1959年6月20日 苏共中央 制信中共中央 销毁部分技术图纸 从而终止了 与中国的几乎 所有经济合作 前苏联援华期间 帮助中国建设了 最早的原子反应堆 浓缩油工厂 核燃料工厂 油矿和核试验基地 为中国首颗原子弹 研制的起步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文字幕提供 更安全 导致君 而于宏联政府 禅 bas 発光 生 Dare 说什么的 我不干了 有件事情 我没跟你们说 我已经离婚了 说出来 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思想让 有点封建残余 我总想做出点大事来 光宗耀祖 所以当我知道来到这里 我是造原子弹的 我特别兴奋 我以为 持线梦想的机会到了 可没想到 咱们这儿的规定啊 是必须隐姓埋名 做无名英雄 没关系啊 我热爱科学 我热爱党的事业 做无名英雄 无所谓 为祖国的建设 我甘心奉献 可我的妻子 她始终无法理解 搞到现在 七里子散 本来七里子散 我也认了 我想只要能够继续为祖国奋斗 把袁子弹造出来 我就不愧我所有的付出 可是现在 现在袁子弹可能造不出来了 我连做无名英雄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连做无名英雄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我所有的付出都是这儿 那我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 我连做无名英雄的机会 我连做无名英雄的机会 也不不理想 秘书 也不理想 我只能见过 我只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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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调回广东 可否冲击 贪妇 这件大仓库里 凝结了多少同志的心血 叔叔 咱们特级研究所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咱得继续研究下去 你不是不愿意当报告 我本人是不喜欢这些科学家 更不喜欢他们身上那些小资产机器作风 这是天生排斥 但这并不妨碍我保护他们 赶紧把这原子弹给造出来 那我问你 为什么要造原子弹 叔叔 我又不傻 这原子弹可是咱们向美帝国主义复仇的终极武器 咱们造出十几个人 扔他们脑袋里头上 看他们身上的脑袋里头 你想起这个 我浑身都是脚 我说质钢吧 质钢 原子弹只是用来复仇的吗 造出来就是为了扔在美国人民头上的吗 那还能干啥呀 你呀 该学的东西太多了 首长 该学的我肯定学 可是咱们特级研究所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啊 那你告诉我怎么行 我们缺少了十几年的基础 你能补上吗 不就是补课吗 您不是也说过 这不难吗 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你能妄自尊大吗 说实话 有些细节我也不清楚 原子弹设计的理论建构是太复杂了 我们现在时间太短 人才太少 国力储备又太弱 就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国家 都是举全国之力 两代科学家共同奋进的结果 他们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 光获得诺奖 加起来就有十几个人 叔叔 诺奖是个啥东西 要是有用 那咱开会也给他发十几个 你一发 首长 我知道我欠缺学习 这我常然错误 可是咱们特级研究所 经过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人的努力和牺牲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 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我来看看孩子 林佳荣 佳荣她就是太累了 她得了重感冒 已经发展成肺炎了 可是她非要坚持 培训班的工作 要替你照顾正理 简直拼到不要命 所以呢 她一看到你 终于绷不住了 不就是参加个培训班吗 至于这么拼命啊 她从小家里发生了巨变 家里亲人全去世了 这辈子 她只能靠她自己了 因为战争 1937年 南京 她是大屠杀的经历者呀 那年佳荣只有六岁 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 还有兄弟姐妹在眼前死去 她什么都做不了 后来呢 她被一对经商的夫妇收养了 辗转来到北京生活 她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立志要做医生 她想救人 救那些所有她能救的人 这也是 她一定要考上 急救科医生培训班的原因 怎么 这些事她没有跟你说过吗 她是经常帮我照顾真理 可是我们交流的机会 太少了 所以我总跟家如说 你何苦呢 她这人本来就拼 这回啊 又因为某人说 要用一个人的生命 为两个人的理想而奋斗 所以 她拼命的理由又加上了一条 她要为某人分忧 你说的这个某人 就是我吧 你是真的糊涂还是装糊涂啊 如果家如只是为了 盈伟姐的一句嘱托 她至于豁出去自己的一切 对你们父子俩这样吗 行了 你在这儿帮我照顾家如 我回去给她取点东西 对了 待会儿她睡醒 给她削个苹果吃 我先走了 驰骇 等会儿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都面临着学课空白 学生被迫停课的情况 熊飞 想不想喝酒 必须想啊 找一个能喝醉的地方 走 好 好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什么时候醒的 也没醒多久 就是看你找了个地 插了 插了花 倒了水 然后我还凭空地 刻出一朵鲜花来 我只是在想 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所以才继续撞睡的 想明白了 没有啊 没用啊 谢谢 我就是在想 你怎么可能会照顾别人呀 不会啊 其实都是我太太照顾我 这些都是她会做的 她没了之后 我都主要是靠记忆 一点点 就再学回来的 那天这么说你对不起啊 其实 也不用道歉 你说的有些是对的 最后谢谢你 我们卫生局 负责授课的所有人专家都走了 所以这几天 我们一直忙着整理资料来着 就身体上就出了点问题 能走的 都走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坚固好的 你不用担心小李 这个 送给那个六岁的南京小姑娘 不过你 不过你 刘莉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了 四九年 你真的见过我 有没有人 你不过我 我会坚固的 你不过我 你不过我 这是我 我可以坚固的 你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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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喜欢你才帮你的 四九年我没有见过你 我只是在报纸上 看过你的事迹 在日记里 写了一些感想罢了 那个时候没有 现在就更不会有 我们分别做 小李的爸爸妈妈 等以后呢 你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我会很高兴地准时离开 水凉了 给你牵点热的 我知道同志们有想法 有些话说得没错 可面对当今的困境 应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的答案是 有 林安诚教授 今天就带来了中央的指示 下面我们请林教授 讲话 伙志们 国际形势 风云变幻 大国间的关系 尤其微妙 我们的领导人 对这一切 看得很明白啊 毛主席 在得知这件事之后 一秒钟都没耽搁 直接说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吗 这对于我们也是一次锻炼吗 苏联专家 我们需要是需要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嘛 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 不帮助 就让他们考虑去吧 林教授 主席都既然提出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搞了 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 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 都有这个疑问 我们能自己搞吗 大家都说苏联专家走了 我们中国就完了 再无力研究了 可同志们 我们就不能换个角度想想吧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 留给我们的是更广阔的舞台 这会让中国更多的年轻人 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未来会有更多的科技英雄 强势崛起 所以党中央决定 苏联人不帮助我们 我们就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 最大范围汇聚精英 最大可能提供财政上的支持 最强力量提供技术支援 和安全保障 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国去年开工的第一批 三个油矿厂 恒阳的272厂 还有包头的202厂 和兰州的504厂 现在都在稳步的建设中 预计到了明年秋天 就可以进入尾声 投入使用 在国家国力还比较弱的现在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坚信一件事 就是所有加在一起的力量 可以汉天动地 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 自己的原子弹之路来 林教授 真是太难了 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 凭我们自己 要算出一个设想的原子弹来 这比上天还难啊 不难 找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呀 但我相信 即便难于上青天 你们也能飞上天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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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